你想要做出動畫類的影片 但是你感覺需要很複雜的技術才能夠完成 這期影片我就打破這迷思 我會使用非常簡單的方法 在Canva裡面展示給你如何做出動畫影片 你會驚嘆做出來的效果 並且就是能夠讓你免費的使用的 嗨我是Greyson 這頻道主要是分享關於YouTube頻道運 流量變現以及網絡training 我每週分享三部影片 所以要記得訂閱我頻道 先打開了Canva了 我首先需要選擇影片這個選項 然後這邊選擇影片 它的格式是1920像素x1080像素 然後選了建立空白設計 這邊我就創建了一個全新的影片的文檔了 這些教程主要會展示大家一些操作的技巧 你可以使用這些技巧 運用到任何主題任何類型的影片裡面 比如說這期影片 我就製作了一部動畫小短片 是講關於年輕人的愛好的 首先就是第一個場景 我的主題是女生喜歡逛街 我可以首先選擇元素 然後搜索關鍵詞shopping mall 這邊我選圖像 選擇圖像的類別 你就可以找到這些插畫類的圖案的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圖像 然後把它拉大 像我第一個場景就出現了 然後需要加入人物 也就是正在購物的女生 然後這邊當你往下滑的時候 你是可以找到一些關於正在購物女生的圖案的 比如說這個圖案 我可以選擇 然後調整它大小 比如說我可以放到這裡 這個人物本身是一個動態的 我就把它放到這個位置上面 然後會更改我的觀念詞 我搜索shopping girl 這裡面還是想要找到動態的人物 我就選擇過濾器 這邊動畫選擇動畫 就可以快速的找到這些動態的人物了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人物 調整它的大小 然後移動到右邊 這個時候我想要調整它的方向 我可以選擇這個翻轉 然後選擇水平翻轉 這時候你可以看到 它就變成了朝這個方向了 然後想做出一個動態效果 本身這個女生她是在走路的 然後我想讓她有一個走向前 然後走上樓梯的效果 在Cama裡面也是能快速的做到的 我可以選擇動畫 然後我選擇這個建立動畫 這個操作十分簡單 就是你在選擇的區域裡面 拖拽這個元素 然後去建立動畫 我拖拽我這個人物 然後往前 再往上 然後走到這裡 你就可以看到 就會展示出這樣的動畫 就像是它在上樓梯一樣 然後這邊你可以調整一下移動的風格 比如說滑順的 穩定的 還是原始的 都可以選擇 這裡我就還是保持原始狀態 然後你可以選擇是否要讓元素 沿著路径移動 還有就是你可以調整它移動的時間 底下還會有新增動畫的效果 可以讓它旋轉 閃爍 停頓 還有扭擺 這邊我就保持現有的狀態 然後選了完成 這裡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具體的效果 就可以看到我們就快速做出一個動畫的效果了 在底下你也可以調整它的整體時長 比如說我不想那麼長 我就可以把它變成5秒 然後我們就可以新增第二個畫面了 第一個場景主題是 逛公園 還是來到元素 然後我搜索Landscape 這邊還是選擇圖像 然後我可以選擇這個畫面 然後把它拉大 然後我可以給這場景添加一些布置 比如說可以再添加一朵雲 並且這個雲是動態的 這裡我就搜索一些雲的元素 比如說可以搜索這個雲 是跟這個畫面比較統一的 然後調整它的大小 比如說可以把它放到這邊 然後這時候也是能夠做出一個動畫效果的 就可以讓這個雲從左 然後往右移動 還是選擇動畫 這邊選擇建立動畫 然後挪動這個元素 描繪出它的路徑 你可以稍微曲線一些都是可以的 我可以調整一下速度 稍微慢一點 再選擇完成 然後我可以再添加個太陽也是可以的 比如說我添加這個太陽 調整它大小 我可以把太陽放到這邊 太陽就不需要移動了 然後在底下需要添加個人物 這邊我可以添加這個人物 然後調整它大小 然後我需要這個人物 是從左走到右邊的 還是可以建立動畫 然後拖動這個元素 你就可以看到它是這樣移動的 然後這個時候我感覺它的速度比較快 我可以調整它的速度 就可以讓它稍微慢一點走動了 然後可以調整它的移動風格 我選擇穩定的 去看一下 這樣子走路起來就看著比較自然了 這樣我就可以選擇完成了 然後底下的時間也需要調整一下 調整成5秒 接下來創建新的頁面 建立第三個場景 這場景它的主題是開車兜風 這邊我選擇這樣一個場景 是要馬路的 然後調整它大小 現在我就有這個場景了 然後需要加入一輛車 我可以選擇這個動態的車 然後調整它大小 然後把它放到右邊 然後這個車它的移動軌跡是從右到左的 我可以選動畫 選擇建立動畫 然後移動它 像你可以看到我的車是這樣走的 選擇完成 然後我可以對我們的畫面去添加一些布置 比如說可以添加鳥 我可以添加一隻正在飛的鳥 調整它大小 可以把它放到左邊 然後我可以旋轉它的方向 選擇翻轉 水平翻轉 然後它飛行的軌跡會是從左到右的 選動畫 選建立動畫 拖拽它 下面可以看到 車和鳥都有這樣的軌跡 然後我還可以添加一隻這樣的鳥 可以把它放到這邊 做一個點綴的元素 或者是讓它有一個群體 複製一下 有兩隻放到這邊 像整體的畫面看起來是個太陽天 假如說你想要變成雨天 也是可以的 我可以搜索雨的元素 比如說可以選擇這個下雨的元素 底下的這一部分我們可以不要 我們可以直接把它放大 你就可以看到我這畫面上面就有一個下雨元素了 還有另外一種方法就是你可以選擇影片 然後搜索下雨的效果 比如說這樣的效果 首先把它放大 然後我們需要調整它透明度 調整它合適的數值 你也是能夠看到就會有一個下雨的效果了 這樣也是可以的 然後需要調整它時長 再添加第四個畫面 這個畫面會是一個滑冰的主題 我找到這個滑冰的場景 把它放大 然後需要創建一個滑冰場 我可以選擇元素 這邊找到形狀 選擇圓形 然後需要把它變成橢圓形 調整成合適的位置 然後再調整大小 然後需要更改它的顏色 選擇顏色 這邊CAMMA能夠幫助我們總結出照片的顏色 我可以選這個顏色去看一下 這個顏色好像比較突兀 我再換一個這樣的顏色 像這個顏色就會好一些了 然後就可以添加滑冰的人了 這裡面最好是能夠展示出一個動態的元素 所以可以選擇過濾器 然後選動畫 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滑冰的元素在這邊 比如說可以添加這個元素 把它縮小 然後需要給它加入一個動畫效果 選動畫 建立動畫 然後它的路徑會是一個繞圈的路徑 所以我需要繞一個圈 差不多就可以了 感覺這個路徑不是太好 我選了三屬路徑 再重新來一次 圍繞這個圈 進行滑動 再看一下效果 總體效果還是可以的 然後就可以選擇完成了 這邊的話我可以為我的場景 添加了植物 比如說可以添加這樣的植物 適合在冬天裡面 然後可以調整它大小 可以複製幾個 穿插在語言有的畫面上面 然後可以給場景裡面去添加雪的效果 我們可以選擇動態 我就可以選擇這個下雪的效果 然後把它放大 就可以看到我的畫面上面就呈現一個下雪的效果了 然後這邊可以調整一下市場 像我可以來整體來播放一下 第一個是女生購物 第二個是冠公園 第三個是開車兜風 第四個是雪天滑冰 然後為了讓我們畫面顯得更好看一些 我們也是可以添加畫面之間的轉場的 你可以把鼠標移動到兩個畫面之間 然後這邊可以新增轉場 這邊有不同轉場你可以選擇 比如說龍姐的 這是滑動的 圓形擦除 顏色擦去 直線擦去 比對並移動 還有一個是流動效果 堆點 疊加 這裡面我更喜歡龍姐效果 每個畫面之間你都是能夠添加轉場的 你可以添加不同轉場 或者是假如你想完全一樣的 你可以選擇這個套用之所有頁面 然後轉場長度也是能夠去調節的 像我的畫面裡面都是有個龍姐轉場了 如果想更加好的介紹 你可以給你的畫面去新增文字 選擇文字選項 在底下你可以找到一些開碼的自信搭配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這個新增文字方塊 這樣的話你是能夠去添加文字的 然後可以調整它的大小 放到左上角 然後是可以新增文字效果的 這邊我選擇加入文字的背景 然後文字的字型 顏色 或者加粗 都是可以選擇的 我把它變粗一些 然後稍微把它變小一些 然後每個畫面上面都新增文字 如果想要為你的動畫精配音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選擇自己配音 或者說你想使用一些程式 去幫助你生成聲音也是可以的 這裡面選擇應用程式 然後我們搜索Test to Speech 選第一個應用程式 它是可以讓我們去輸入中文的 也能夠產生中文的聲音 這裡面我們輸入文字 我的文字就是我每一個畫面的標題 這裡語言我選中文台灣 然後可以選擇不同的聲音 男的和女的都可以選擇 這個我選擇女的 然後可以選擇它的音量 可以選擇是溫柔的或者大聲的 然後可以選擇說話的速度 還有就是語調的強弱 這邊還可以讓你去預覽一下這個人物的聲音 嗨 我可以閱讀您在此處輸入的 然後你可以選擇這個Crate Audio 下面可以看到它就幫助我生成了聲音了 可以來聽一下 我喜歡逛街購物 效果還是不錯的 然後第二個畫面也是一樣 這裡我需要把它變成男生的聲音 預覽聽一下 記住 然後選擇產生聲音 然後也是一樣 把後面的兩個畫面去產生聲音 如果你想要的話 也是能去加入音樂的 這裡我上傳一首音樂 然後添加到這邊 我可以首先先播放一下 我喜歡逛街購物 可以稍微把它的聲音調低一些 再來聽一下 我喜歡逛公園 在我們製作完之後 就可以選擇右上角分享 再選擇下載 MP4影片格式 品質是1080 然後所有頁面 選擇下載 我喜歡逛街購物 我喜歡逛公園 我喜歡開車兜風 我喜歡滑冰 用這種方式做出動畫類的影片 是不是非常簡單 並且效果也不錯呢 你可以通過影片下方的鏈接 去開始免費地使用CAMER 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CAMER的使用技巧 你可以點贊播放列表 如果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幫助 想到這部影片頂讚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了解更多關於CAMER內容 追蹤我的IG 能夠和有各個互動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掰掰